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是練習跟比賽中 可能與隊友的溝通 防守的漏洞 就是誰要補誰要補 可能我會去多講話 還有Push隊友 就是他們失誤的時候 給他們一些正面的鼓勵 不要球隊的勢氣越來越低 我覺得是負責鼓勵 所以教練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選我當隊長 恭喜你 大家都很優秀 然後教練可以看到我的特點之類的 所以才尷尬 他們休息一天 我可以多練三四天這樣 慢慢進步慢慢進步 這樣就可以慢慢地超越他們 對籃球有一個熱誠心吧 因為熱愛才會堅持 不管怎樣都不會放棄 除非就是真的不能打 然後再想說未來會這樣 如果你不喜歡上班 不喜歡練球 不喜歡比賽 你就是沒有什麼動力 就是不會想要積極正面去 把這件事情做 所以我覺得熱愛蠻重要的 對每場球 或者是以後的訓練 各方面就是保持去 都不會放棄 就是享受比賽 享受練習 享受就是跟大家相處的時間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會不會放棄 別再想想玩 讓我凌晃